吉安湘后备指挥部为了落实在地服务扩大 宣扬全民国防的理念 在吉安湘寻命适当地点 要成立后备军人辅导中心办公室 而吉安湘的游淑珍也积极协助 并且盘点箱内的公有设施进行活化 把原本位在福星五街上的客家事务所的办公室 打造成为吉安湘后备军人辅导中心办公室 在4月16号正式揭牌启用 吉安湘公所为加强与后备军人组织的服务联系 和吉安湘后备军人辅导中心 共同在吉安创客站员区 成立了吉安湘后备军人辅导中心办公室 16号举行接派于事 乡长游淑珍感谢后备军人辅导中心 还有国军弟兄 长期来和吉安湘公所在灾害抢险时 共同作战守护乡亲的居家安全 这次湘公所利用管设活化 协助成立吉安湘后备军人辅导中心办公室 希望能够相互支援 并且提升救灾与灾后事故的应变处置 我们牵起了这个公部门的设施 跟友善的关怀 以及我们长期以来 溢注在我们吉安湘作为灾防 以及救灾工作的伙伴们 可以让我们一起协力 让吉安更安全更好 我们欢迎后备指挥中心 后备军人服务处 与我们互相来连结 而且选用了我们新健庇的一个 新职我们的吉安创客站 也紧邻的吉安湘公所 在我们后备跟军方的联系 也可以跟吉安湘公所 做更紧密的这样的一个交易 我们希望未来的吉安湘公所的 每一个场域 我们都可以分享给不同的社团 不同的社会性的服务 以及我们所有的乡亲一起来 这样子共享 吉安湘后备军人辅导中心 主任林顺和也感谢 湘公所团队的积极协助 未来将结合救灾准备 治安巡守还有公益活动 共同来落实全民防卫动员准备 坚实全民国防的整体力量 借旅会简箱报道